周五傍晚 威尔斯与伊朗继续展开世界悲分阻塞的较量 上半场 阿里 高里萨德进球被吹 双方的绝对机会都不多 最终暂时0比0 闷战成河 下半场 沙达 阿斯摩恩 阿里 高里萨德连续射门中注 宣尼斯凶狠犯规染红 捕食阶段 路斯比 解书美和拉明 列萨伊恩连入两球 帮助伊朗2比0击败威尔斯 随着哨声响起 上半场比赛就此开打 6分钟 威尔斯禁区前一片混战 球来到沙达 阿斯摩恩脚下 他顺势一脚攻门 射门线路 太正被宣尼斯化解 16分钟 威尔斯传球失误 阿里 高里萨德抢断后分给沙达 阿斯摩恩 后者禁区横传中路 阿里 高里萨德轻松推射破门 但威尔判定他越位了 进球无效 24分钟 伊朗方面获得前场罚球 罚球开出找到沙达 阿斯摩恩 可惜他的头堆攻门偏出 随后虽然伊朗占据场上主动 攻势更多 但却终始无法敲开威尔斯城门 半场战罢 双方暂时互交白卷 下半场刚开始不久 伊朗就连续形成有威胁的攻门 51分钟 沙达 阿斯摩恩获得单刀机会报射击中门注 随后阿里 高里萨德远射再次机中门注 皮球又来到沙达 阿斯摩恩脚下 可惜他的补射再次中注 67分钟 沙达 阿斯摩恩被换下 他一度疑似受伤加抽筋 但球员仍坚持作战 73分钟 沙尔特 艾萨杜拉西突尸冷箭 宣尼斯倒地用指尖将球扑出 86分钟 宣尼斯出击解围踢空 撞翻伊朗前锋麦迪 泰丽美 求证黄牌警告 随后观看瓦尔后将黄牌改判红牌 这是本届世界 背首张红牌 宣尼斯也被罚下场 威尔斯将少打一人 89分钟 路斯比 谢书美禁区外轰入世界波 伊朗1比0威尔斯 90分钟 伊朗快速反击 拉鸣 列赛伊恩挑射破门 伊朗2比0威尔斯 最终少打一人的威尔斯晚节不保 0比2不敌伊朗